Hello,大家好,我是Ed 廉价就这样结束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上个礼拜是一路塞着车回来的 感觉我的脚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 那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进入这期的游戏新闻讲一下吧 最近YouTube上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了一堆机器人 在许多直播主的平脚上留言洗版 就有多名VTuber惨召这些机器人的毒手 害他们的YouTube频道被停权关闭 事后调查发现 YouTube频道会被关闭 是因为这些机器人用促俗和色情的评论在直播上洗版 来自彩虹社的VTuberMika Meletica就有发文告表示 自己是在庆祝15万订阅的时候被YouTube给停权的 似乎是因为好几个机器人账户 在直播区里用相同的促俗语言疯狂洗版 尽管他和留言区里的团队已经很努力的在移除这些留言 但最后还是惨到YouTube停权 Mika在直播当时确实是有将仅限订阅者的留言模式打开 但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来自HoloLiveID的Kobo也一样在直播的时候被YouTube停权 他随后就有表示管理层在处理这件事情 由于时间相近的关系 所以有人猜测他也是因为机器人的关系才被定权的 原生宣布 英国的电竞电视频道GinXTV将会举办原生的大学要求赛 让来自英国境内的9间大学的学生 在电视直播上进行各项比赛 争夺总奖金高达约59万令吉的冠军 这次的比赛则开放给18岁以上的英国大学生和毕业生 每支队伍将由3名队员组成 比赛会分成内部淘汰赛以及现场总决赛 每个队伍将会参加的项目有角色升级 素材收集 凯亚渡河 VOS输刷等竞速挑战 最终的冠军队伍将会获得约27000令吉的现金 和每人2000的原始的奖励 虽然国外的玩家无法参加这次的邀请赛 但还是有机会获得原始奖励的 只需要到活动网页投票来支持这些队伍 官方就会随机选出50位幸运儿送出100元时 同时 米哈游也推出了官方原神的wiki网站 让玩家可以简单找寻自己想要的资料 目前原始的wiki网站有5个类别 角色档案 武器档案 圣遗物 敌人与魔物 启动角色档案的资料较为详细 还记录了角色不同等级的伤害与数据 官方也表示热后将开放编辑功能 让玩家来帮助他们一起打造这个庞大的资料库 在2018年的时候 Riot Games又以手游Mobile Legends 侵犯了League of Legends版权的事情 起诉了Moon Toon 当然 Riot Games在最后赢得了这期诉讼 还让Moon Toon赔偿了超过1100万令吉的赔偿金 而需要下架Mobile Legends 那么这次为什么又会告Moon Toon呢 原因是因为Mobile Legends下架后 Moon Toon又以Mobile Legends Bang Bang的名义 再次上架了这款游戏 在这次的诉讼文件里 Riot Games又表示每当他们更新游戏 宣传素材或是公开新预告片时 Moon Toon会炒息他们 文件后段也提供了对比图来核实他们的说法 不知道Riot Games会不会再次重演历史 赢下这场官司 在这里只能说Moon Toon 你真的是很勇敢 鬼谷八皇在推出时便大火好评 在2021年初的时候 还占据了Steam销售排行前二好一段时间 不过在最近 游戏的评价突然好像过山车一样 从上到下 在20天内得到了4万的负评 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创业攻防的事情 在游戏发行初期 制作团队就有表示游戏会支援创业攻防 让玩家支持MOD 虽然官方在之后也上线了MOD制作工具 不过上线的并非是Steam的创业攻防 而是来自第三方的MOD制作工具 这点燃了一对玩家的怒火 让他们开始在Steam上狂刷负贫 虽然官方有在最后解释说 因为Steam创业防没有审核机制的关系 为防止他人滥用 即做出违亏的事情 才制作出这个加入审核机制的第三方制作器 不过玩家似乎不买账 要求官方开启推款来弥补他们 也有玩家表示 当初游戏就是为了避开审核才在Steam上线 现在却为了审核网友 而上线了第三方的制作器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官方除了道歉公告以外 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长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啦 话说今天长的新闻有点多啊 在开始新闻叔叔报之前 让我先说个公告 就是我们在请剪辑师 剪辑师 剪辑师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 所以有兴趣的话呢 就点击右上角了解更多吧 在去年10月登陆Steam平台的 《仙剑奇侠》专期 预计在今年内登陆 PS4及PS5主机平台 之后也会登陆Xbox平台 Hoyover's新游戏来了 新游戏绝区灵首支预告片真实推出 游戏类型为街头风动作游戏 同时也开启了预注册 不过游戏预注册暂时只开放给PC 以及iOS平台的玩家 Android玩家需要再等一等咯 根据外媒Go Nintendo的报道 米还有全球PR专员 表示Switch版延伸 目前仍然处于开发当中 当开发进度取得一定的进展后 会对外部公布更多的详情 东南亚知名游戏发行商PlayPod 将和祖龙娱乐合作 再包括马来西亚的东南亚国家 发行诺雅之星 并支持中文语言选择 目前还未得知游戏的上线时间 Monster Hunter Rise Sunbreak有新情报啦 除了迎接龙的新情报 和会登场的新怪物 冰人鱼龙 龙温龙 还添加了新的盟友人物 让NPC能够和玩家一同狩猎怪物 Warcraft出手游拉 Warcraft Arclight Rumble 将登陆Android和iOS平台 现已开放预注册 游戏将不会设有科金开箱 抽卡和NFT的要素 所有的角色都能使用游戏货币购买 Apex Legends Mobile 将于5月17号在全球上市 登陆手机双平台 这是一款与电脑和主机不同的独立游戏 并且享有独家的内容 Ubisoft在最新的财政报告 确认的Avatar Frontiers of Pandora Mario Plus Rabbids Spark of Hope 和Skull and Bones 预计会在2023年4月前推出 好咯 这期的游戏新闻讲一下 就到这里啦 话说 下个星期一 又是公共假期 可以好好带大家 你继续干我的游戏了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可以按赞和分享 订阅我们玩游戏的YouTube频道 来获取最新的游戏资讯哦 我是Av我们下次再见啦